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 FF的资产保全质押权与股权融资权获得释放 可分别用于公司未来的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 新合作协议签署后 FF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将会快速推进股权融资方面 此前多家来自全球各地的投资人对FF表达了投资意向 数家投资人已经启动了禁止调查 债权融资方面 由于全部资产保全已经解除 因此也有望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经济网报道 这场和平落幕的重组消息来得突兀 而猛烈多位业内人士评价称 双方此次的和好结局 在预料之中 FF91项目离不开大量资金未持 仅靠财源降薪来节省成本 无异于杯水车薪也无法解决FF的财务危机 若因合作破裂 导致FF无法运营FF91 不能实现量产恒大 无法获得任何经济回报 之前的投资也很可能复制东流 而中外管理杂志报道称 恒大这次出人意外的选择 让不正式研判贾跃亭 及FF前途渺茫之后的无奈选择 事实上 财大气粗的许家印 可以选择和贾跃亭耗下去 直至将其耗死 据称 截至2018年5月底 FF账面资产仅有约1.1亿美元 而2016年和2017年 连续亏损5.7亿美元和3.4亿美元 对于恒大来说 投资FF只是一个错误 对于贾跃亭来说 FF则意味着身家性命和解达成 但贾跃亭的FF美国公司发展态势仍不乐观